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啊咱们又来新山了 看看我身后有一家手工鱼园面 哈哈哈哈 据说啊非常好吃 必须品尝走着 看看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啊 天香永平手工鱼园 哇不错哦 有汤的面有干捞的 那我们来一个干捞的 他还送一碗汤 不错哦 他们家出名的就是个面咯 我们当然要面的了 没有要拉沙 我们点一手工鱼饼 这个菜刚才我们老板 老板说可以加 我们我刚才加了一个茄子 然后点了一个百香果汁等它上餐 他们家的店虽然不大 但是环境还蛮好的啊 很干净卫生哦 哇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马来西亚啊 又找到了美食了 看看 哇塞 哇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菜单啊 我点了黄面 哇 这么大 9块钱 麻痹 太值了 还有一碗汤 哇 朋友们 看看 看看这个小豆腐 哇 口水是不是流出来了 这真的不让我白排这一小时的队啊 不瞒大家说 每次来马来西亚 从新加坡过来 都至少一个小时在那罚站 哎呀 真的是累啊 我相信来过的朋友都有这种感受 如果排队时间能短一点啊 我就谢谢他们 所以呢 到这儿以后已经1点了下午 特别饿 哎 还好找到美食 来一口 嗯 哇 特别香 它这个面啊 拌上它这个油底 还有这些肉碎 还有它这个葱瓜 哇 特别香 我刚才问老板 他们家有干捞的 还有汤的 我说哪个好吃 老板娘跟我说都好吃 我说好吧 那我就先来一个干捞的尝一尝 他说干捞的有汤哦 OK 这个面特别的香 拌一点它的小辣椒 他们家密制的小辣椒 拌一点啊 咱们拌一点辣椒再尝一尝啊 其实干捞的面才是考验他们家的技术跟水平 因为你煮这个面大家都可以买到 对不对 你在家也可以煮 但是这么好吃的这个底料拌上以后 那个葱油和猪肉香气 最拿手的 最拿手的 他们家的鼠工打造的鱼丸啊 来尝一尝 哇 炒汤 这个鱼丸 特别的鲜嫩啊 而且是超级弹牙的那种 你看 当你的牙去咬这个鱼丸的时候 它会弹起来 哇 而且是好烤的鱼肉的香气 太赞了 再给大家尝尝这个豆腐 刚才我捞起这个豆腐 我看了看啊 水嫩水嫩的 嗯 哇 好像这个豆腐都有汁 我得做出来 哇 太香了 我特意点了他人家的手工鱼饼 哇 看啊 看 拿在手里它还抖呢 嗯 嗯 有啥够的 嗯 这个鱼饼做的绝了 看到吗 特别的清潭 完了是外焦里嫩 加上外层 还给你放了点小春花 哇 绝了 来 我还点了一个茄子 这一片 一块八马币 里面夹了肉 尝一口啊 哇 油炸过的啊 茄子的香气 哇 感觉鲜到不要不要的 吃完辣子再喝一口百姜果果汁 嗯 这个果汁啊 我必须推荐给你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家是现炸的 一粒百姜果给你放进去 非常棒 不是那种冲的啊 冲的没包喝 大家通过我给你们拍的那个他们家的菜单 应该能看到啊 他们家这个食物的价格非常的实惠 所以啊 都是当地人来吃 最重要的是 味道真的非常棒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 赶紧点个关注 地址送上 来新山一定要体验这家手工鱼圆面哦 拜拜